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梅内伊已经多次表示 德黑兰不会与华盛顿谈判妥协 以达成新的协议 很显然 伊朗现在的态度是 我们不会退让 那么一旦美国实施对伊朗的全面制裁 甚至限制伊朗出口 德黑兰该怎么办 据媒体21日报道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已经表态 支持伊朗总统陆哈尼的建议 今如果美国的制裁伊朗全面限制伊朗出口 德黑兰可能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阻断海湾石油出口 哈梅内伊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说 哈梅内伊说 总统鲁哈尼的言论 如果伊朗的石油出口被封锁 地区国家的石油也不会有出口 这是反映伊朗政策和制度走向的重要言论 他还指出 美国不值得信任 因此德黑兰无法与华盛顿 达成一项坚实的协议 哈梅内伊在与外交部官员的会谈中表示 美国人的言论 甚至亲笔签字都不可信 因此与美国的谈判毫无意义 他还表示 与华盛顿的谈判 将是一个明显的错误 此前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拉姆格西米表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有可能亲自打电话给德黑兰 要求谈判 而不是伊朗打电话给华盛顿 他还否认了媒体的报道 称在赫尔信基美俄两国领导人的峰会期间 伊朗通过俄罗斯总统普京给特朗普发了一封信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5月宣布 美国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也就是伊朗核协议 并承诺再次对伊朗 以及任何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实施制裁 俄罗斯 法国 英国 德国等国和欧马都反对这一行动 并证实了他们对协议的承诺 转载必须注明出处 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俄罗斯 法国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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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务交运 德国险 德国以带怨 德国因于 条从的写则 德国险战法 德国